不對啊 我才發現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這條自動通道是幹什麼用的咧 常常一條走道是沒有人走的 沒有人會往回走啊 誰會往回走 歡迎來到Cookie獎 很久沒有拍機場了 最近有觀眾留言講說我最近一直和女生拍影片 就少了以前的風格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系列的漫古行程 回到自己拍影片 吉隆坡第二國際機場的一些特點 這個影片其實我想拍很多年了 因為這個機場都在講就是一個災難 可是如果都講缺點也不完全的是 畢竟它是一個 第一個特點 這個機場是完全沒有豬肉的機場 所有吉隆坡的機場都是沒有豬肉的 所以在這裡看到的餐廳都是沒有豬肉的 哪怕是什麼中餐館都是沒有豬肉的 包括像這個韓國的餐廳也是沒有豬肉的 第二個特點呢 是我自己一直看不懂的 從我18歲開始搭飛機到現在20幾年了 我大概飛過超過50個機場有人 這個機場是我最看不懂的 完全看不懂 它把自己裝修很像購物中心這樣 現在是早上8點 有些商店還沒有開 你來KY2你會覺得你好像是來一個購物中心 小孩子玩具什麼 從商店都有 還有一些運動品牌啊 然後服飾品牌 JORANDO都有啊 JORANDO啊 H&M也有啊 UNIQLO H&M 我一直很不了解 為什麼要把一個機場蓋到這樣子 就真的會有人來這裡買服飾嗎 各位網友觀眾啊 如果你們有在哪一個機場看到是這樣子的 就一進機場喔 一進機場喔 是這樣子的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真的沒有看過 我真的沒有看過 左邊的是鼎泰峰 鼎泰峰是沒有豬肉的 完全沒有豬肉的鼎泰峰 第三個特點呢 就是我很喜歡的 我認為不是缺點啊 但有些人認為是缺點 就是 它是很自助式的一個機場 就是你很少看到什麼櫃檯啊 來幫助你 這個區域就是投影行李 你還是要自己自助式登機啊 打印了那個登機證之後再來處理 我只能講是災難啦 我只能講是災難啦 我隔壁那個名字 館店的姐姐弄了差不多十分鐘 兩個人機票弄不出來 兩個人機票弄不出來 那我左邊的呢 一個日本的遊客 到現在還在弄著三個人 災難了 看看他一講說是優點 現在變災難了 然後剛剛自己也是做了兩次 才成功可以列印打印那個機票登機證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很嚴格的執行 7公斤政策 就一個行李箱 只能7公斤 很嚴格的執行 謝謝 這邊就入境大廳啦 這邊大部分是國內的飛機 然後過去呢 外面的國際航班比較多 一般上我們要經歷一個長長的走道 我不知道多長啊 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 500公尺應該是要有的 KW2它的海關人口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就引發了第五個特點 KW2第五個特點 如果你是外國人 你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很多台灣朋友啊 中國朋友啊 中國比較少 新加坡朋友啊 還有 泰國的朋友來馬來西亞 搭KW2的時候 都是很無言的 入境的時候要拍兩個小時以上 因為它關口 海關的關口就是 蓋章那個啊 好像才六個而已啊 這個 我印象中 比北京首都機場 第三航廈還少 可還好我是馬來西亞人 這個時候你來KW2 你就只能感謝你是馬來西亞人 拿馬來西亞護照 那第六個的特點是我真的很不 搞不懂的 我們每次去機場不是有那種 很像類似高爾夫球車嗎 他們叫Bagging car 然後KW2基本上是沒有的 我沒有看過的 所以這個機場要走路走這麼久啊 它沒有那種車的 欸 輪椅 欸 輪椅是有的 不對啊 我才發現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這裡是入境大廳耶 那 它這個往回走的 這條自動通道是 幹什麼用的呢 有人會往回走嗎 這個設計 我也是浮了 真的是厲害啊 常常一條走道是沒有人走的 沒有人會往回走啊 誰會往回走 我曾經問過我一個亞航的朋友 問他為什麼 亞航這裡的電動車很少 他告訴我的理由 我也是醉了 他講說因為 KW2的設計啊 很不適合電動車 他上上下下啊 很多 一般的機場啊 你只要過了海關 他就是一整片平平的嘛 有沒有 他還要上上下下 等一下我們還要再走一個 手扶梯再下去 呃 終於到了免稅區 這免稅區也是 我少數看不懂的機場 呃 即將啦 這裡就開始有一些McDonald啊 一些餐廳啊 那邊也是有餐廳 但是啊 我就在這裡發生過一個 很可憐的事情 應該是我剛開始搭亞洲航空不久了 那 有時候我就在這裡買了麥當勞 他跟他講打包 打包之後呢 大冰可 大杯冰的可樂 拿了之後往前走到過海關的時候 發現飲料帶不過去 哈哈哈哈 然後吃了一點點就把他丟了 冰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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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和大家建議 如果你時間還夠的話 在這裡喝杯咖啡 再進去 不然等下你進去之後 賣水以外 反正會很痛苦就對了 等下大家慢慢介紹 說真的 回多利亞秘密 Vitera Secret 我覺得他一天賣得到一件嗎 不過雖然這裡講到現在很多人 覺得我可能對亞航啊 或者KW就很不喜歡 沒錯 我真的很不喜歡打亞航 可是 無可否認你必須要承認 亞洲航空 給我們 出國旅行 或者飛行 做了很多很方便的事情 比如像以前我要飛曼谷的話 馬航一天很就一般 然後或者說 泰國航空還是什麼航空 那就真的選得性很少 無可否認啊 亞航提供很多飛行很方便的事情 只是 承搭的體驗真的是非常糟糕 當你喝完咖啡 就是 來到我最看不懂的地方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出境就知道了 你要從這邊開始走走走走走 繞一圈 之後再準備出境 然後只有四個 紮口 今天開四個也算是很 給面子了 檢查完之後 那你要準備登機了 安檢 那個是安檢 最後呢 接下來一個我最不能容忍 KLA-2的事情 真的是最不能容忍 就是 登機口很多 然後安檢口很少 那就算了 這裡 有三台飲水機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了 然後在這裡有飲水機的水呢 是小到 水也是小到 由於 這邊是過了海關之後 然後又安全之後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設計是怎樣 那理論上 這邊 所買到的食物都是可以帶上飛機 飲料也是 所以 一般我們在機場裡面 後面這個 這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只有這裡有賣水 飲料水什麼都是只有這邊有賣的 想要過這個檔口就沒有了 這是我真的是完全不懂它是怎麼樣設計這個設計 看不懂 為什麼我印象深刻 裡面沒有賣水這件事情 我們因為路走還已經走到到底 就真的只有那一家店 賣吃賣喝而已 而且是小小一間店 當遊客一躲的時候 你就脆咬了 你看都已經到Q17了 到最後有21 我發現最近蠻多的海外朋友 會來到馬來西亞 那就有些人就回事問我 為什麼你不喜歡搭亞航 今天這個影片就一次把它介紹完 打印列印好 登機拍到走到這裡 大概需要45分鐘到一個小時 真的蠻遠的 真的蠻遠的 包括安全的時間 如果人又更多的話 應該超過一個多小時 所以如果你是搭乘亞航的話 要離近馬來西亞 建議是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 時間會比較充裕 如果今天你又有行李的話 那就真的真的要很注意那個時間 還是蠻感謝學的這些航線 還有班次 讓我們飛行其實越來越簡單 雖然我個人不是很喜歡 但我現在準備要增機了 還是在叫我了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為止了 那你搭亞航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你搭亞航有什麼不愉快的經驗 你喜不喜歡亞航或者KLA2 我歡迎在下面留言 ok好那剪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為止 接下來就要展開我們的曼谷之旅 對了下一個影片我會介紹我最新申請出來的 AirPad卡 大家記得留守關注 好 喜歡這個影片YouTube看到 點贊訂閱打開小鈴鐺 Face看到班非常謝謝 我們準備登機了拜拜 拜拜